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6月2號,我是吳宗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個話題,就是文化藝術在此地 我現在已經不再提海軍、眷村還有軍眷,這六個字以後我不會再提了 本來有一通電話,在去年的12月底的時候本來應該要打的 但是因為從那個時候在破籤,所以我在整理東西,所有的創作通通停止 然後再來就是接著有兩個親人去世,這些親人都是年輕的時候 都是比我身體還要強壯的,各位可以看看我常常會出現這樣,穿著短褲 好像是在秀肌肉,其實不是,我是1955年在後面這個房子出生的 今年62歲,去世那兩位一位是69歲去世的,另外一位是70歲 他們以前都是運動健將,所以我在非常悲傷 再加上這個憂愁和憂鬱因為被破籤 在整理書籍的時候,我心有所感,對生死的感悟,有另外一番的看法 先兄是67歲去世,在去年5月27號,他去世的時候是心肌梗塞,猝死的 有人講說這種長痛不如短痛,這樣子可能他死的還痛快一點,一下一瞬間就死掉了 只是徒留這個驚嘆在後人,其實也沒什麼好驚嘆的 下面要談談這邊的文化跟藝術 各位常常看到我都是穿著這個短打衣服,然後這上面還常常會介紹我這個2014年近年這個里長的時候的證件 下面這些東西,還有這些活動,這些照片 其實那些東西,有的人講說你好像是在介紹你自己的封功違約,其實不是封功違約 那就是像說軍人的那個,這邊的這個,傳軍服裝 他把他的所謂勳講章,這種叫做資歷章 以前不是勳章,這是講章 要不然就是他的資歷,曾經受過什麼訓練或什麼樣子,也不夠放著 這邊兵器號碼,上面還可以放,放少數幾個 比如說,傘章或者是蛙人受訓等等等,或特殊受訓 這邊是他的資歷,那我其實我秀的這個,我的證件的這些活動 本來要在這裡推行的,這些活動其實就是我的資歷章,我的經驗 那我本來想說,健身,我是健身的第二代嘛,就是先父是軍人,先兄也是軍人 那我是在第二代,那我下面還有第三代,都在這個地方,生活過 在這邊,我是在這邊生活了62年 因此我覺得說,這個健身裡面有一些,有一些的那個習慣跟風俗 還有一些那個生活的模式,很值得推廣 可是現在因為軍隊的這個結構什麼,全部都改變 然後再來就是,原來的軍艦,第三代已經不住在這裡了 那第四代就跟這裡一點關係都沒有了,所以就都淡出了 那除了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全部都是什麼,都是文化藝術嘛 比如說戲曲啦,那個演奏,還有那個騎馬,飛行,風浪板,帆船 還有這些東西,還有布袋戲,歌仔戲,拍攝影片,演奏 這些東西,還有飛行船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一些活動,戶外的活動 因為我覺得說,這個見稱裡面,我常穿的短褲 繡持肌肉來的原因就是說 見稱裡要給人的感覺,就像我們看到軍人一樣 他是要armstrong的,他是要必須要強壯的 你才有辦法保家衛國嘛 那見稱裡的那個,給人的這種,這個 感覺就是這樣,尤其是所有見稱的子弟 但是現在四風瑞下,已經完全變了樣了 已經不復存在了,所以我剛剛講說,那六個字我不再談了 那我們來談談看,這些都是屬於肢體的活動嘛 運動啊,或者是什麼,不管是戲曲也好,演奏也好 都是肢體的活動嘛 那我們來談談看一些文藝活動好了,書畫 我其實以前也介紹過 那我,我在去年的12月底以前 要破千嘛,他有一個底線,一個日期嘛 在那個之前,我在大概在一個多月前 我就停止所有的手頭沒有完成的作品 或者創作,或者是構想 因為你要打包很多東西,很花時間的 一面打包,一面回憶,一面哭泣 因為那些東西都是自己的心血 我雕塑沒有完成的部分,毀掉 木刻沒有完成的,毀掉 那個已完成的,搬不走的,毀掉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 現在這邊有一個,這邊有一個 一堆藝術家進駐 我這個影片希望給他們一點點啟示 你可以看看 最後我在搬離這裡之前 一個月我就停止創作了 開始做大量的毀壞 那在這個之前 我早在五年前 我就陸續的一直在做大量的紀錄片 就是希望說保存這些的影像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我拍了很多的紀錄片 因為我當時在四年前進選這裡里長的時候 我就拜訪過很多海戰英雄 或真正做過戰的這些人 還有一些算是歷史人物 或者比較突出的 比如說他曾經賣過狗肉 比如說他曾經做過什麼東西 這些人,有些已經失智 有些還沒有 我就趁著這個時間 把他錄起來了 訪問,訪談錄影 這種還有一些還沒有拆掉的建築 跟正在拆的建築 還有拆完以後的建築 眷村,只是眷村改建 這些東西我有大量的影片 所以大家都知道 知道的人就是有些學生 會來找我,所以希望我能提供 我提供給他們的時候 我就先跟他們講 你要做影像資料 或你要拍電影 我先告訴你 你拿一個你的席座給我看看 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你不要跟我提這個東西 不要跟我提這個 你要把我這個紀錄片拿去做什麼東西 我不管 但是你先要通過我的審核 不行 Out 還有一些是設計的 不管是景觀還是什麼設計的 很多個 很多學生從北部下來的 南部的都有 他們來這邊 他們希望能夠做這個題目 眷村的題目 尤其是做這個地方的題目 這條路 飛行路這條路 然後當然他也會 一定會碰到我 他在影片上看到或怎麼樣 然後來找我 找我的時候 有些人他會要求我說 是不是能提供一些影像啊 或者是一些圖像啊 或者是一些文字啊 什麼的資料 那我就跟他講 我說 如果你要我提供的話 如果你要我提供的話 請你拿出兩樣東西 我先審核 第一個 你以前的設計作品 拿給我看看 圖稿跟文字 或者論文 第二個 你必須要會做模型 因為很多工作 我還沒做完 比如說我要做這個 這邊的眷村的模型 解說眷村以前是怎麼樣子 怎麼樣演變 然後現他的格局是怎麼樣 這種民居是怎麼樣子 還包括我家以前的建築 這些大量的工作 我都想要做還沒做 我能夠用最快的速度 盡量做 還有包括我 因為要搬不走的那些書 幾萬冊的書 我通通都要把它拍成影片 這本書的書影 它是什麼出版社 什麼時候出的 然後裡面我看了 它有什麼重要內容之後 因為這個書 在圖書館應該都還有成底 所以我拍完錄影完以後 我把它合起來之後 放在紙箱裡面 拿當廢紙賣掉 很多人說很惋惜啊 說你那麼多精彩的書 為什麼要拿當廢紙賣掉 不能捐到圖書館嗎 我說不行 為什麼 因為上面有我的梅柱 還有我的插畫 插畫是有智慧財產的 梅柱也有 而且再來就是 我有很多是獨到見解 我不希望拿到我書的人 輕易得到 就像我剛剛講過 你輕易得到我的 我的紀錄片的話 你拿去要幹什麼 我不知道 能夠幹出來的東西 可能也不是我滿意的 所以我事先就篩選 如果你想要做景觀 或想做什麼 你第一個 你平面設計圖要給我 文字要給我 還有 你要有動手做的能力 做模型的能力 我個人 從事產品設計40多年 我就有充分的這樣的能力 有平面的能力 也有立體的能力 做手工模型的這個能力 那事實上我當時在選里長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先兄 先兄是民國56年參加國防部情報局 第16期情報局幹部訓練班 就是所謂的正牌情報員 同期同期有兩位是少將退役的處長 那這些我們就按下不表 因為他也會一些這些先母的遺傳吧 喜好這個藝術吧 可是他一輩子沒有執行 而我選里長就是政治上 帶起偷來帶這個眷村的這些原住民 還有這個附近的人 其他縣市也可以 一起來玩 你在餘生裡面你能做什麼呢 吃喝拉撒醉之外 他應該要玩樂嘛 玩一些有意義的嘛 我原來是要帶他來玩 那我也不惜的把先兄的錄影公開 有很多人講說 以前我不在這邊出面的時候 給我們的印象就是先兄的樣子嘛 一個邋遢老人嘛 然後身材猥瑣嘛 可是他們不知道 先兄以前這個情報員訓練 他的身體比我還強壯 那後來他是怎麼樣 他是不是因為得了精神病之後 才變成這樣子的 那個是胃可考 那我們不提 但是我想說你不管有病無病 只要你一息上存 你都可以垂死病中經坐起 要寫字要畫畫 要雕刻要雕塑 或者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啊 做哪一門藝術都可以啊 你要做漫畫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啊 以先兄來講 他做了很多 很多東西都是 我像比如說我做石膏 我做石膏模的時候 我用了鐵網 剩下材料他拿起來做 他很喜歡廢物利用 然後我做的其他的各種東西 像鐵絲啊鐵線啊什麼 他都把那些廢物還有的黏土 他都拿起來做 然後做完之後要跟我別苗頭 因為他有精神病啊 他喜歡別苗頭 但他也有一點才藝 但是我無論如何呢 都是一種精神的一種 所謂的家族治療法 也就是團體治療法 如果各位對精神醫學有了解的話 就是用藝術來治療 不管是音樂美術 藝術 創作 這些東西都是一種治療的方式 我就說 我也不用跟他講什麼東西 先父是一個西醫 做了一輩子醫生 做了四十多年 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的 就是做 你來我就給你看病 他也不會跟你講 只有醫術這幾句而已 就告訴你要怎麼樣保養 怎麼樣注意哪些事情 防止而已 他也不會告訴你 是什麼原理什麼的 他不需要 同樣的我們也是 我帶頭做 先兄曾經做了一些造型 用鐵絲做了一些造型 然後那個 我有一個姐姐也很欣賞他 說他這個做的好像 說他有天才有天分 那我認為說 那確實也不錯了 如果說拿出來給一般人看 也不錯了 做的賀 做的馬 做的什麼玩意 很多東西都是鐵絲做的 那些鐵絲都是 我做 做作品的時候的一些材料 他拿起來用 結果後來我們 我搬這邊 這邊搬走之前 那我就把那些東西拿出來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 要你就拿走 結果最後怎樣了 因為我們家東西太多 有三代東西都在這裡 大家想要保存的 以我來講 我想保存的是先父的那些 古董的那些醫療器材 那些醫療器材早就絕版了 因為先父去世都20年了 然後他行醫有40年 所以他我們這些 有很多東西 早都是絕版東西 而且越古老東西 先父越喜歡用 因為他有 他有懷舊 他以前讀那個 陸軍軍醫學校的時候 那些東西 什麼歪型的聽診器 還有那些 手術用的東西 都是舊版的 那些東西 我覺得才有 傳家的價值 所以我留那些東西 最後那些鐵絲做的 那些造型的那些動物 或者什麼 什麼形象的東西 或者是雕塑什麼東西 全部用腳踩扁以後 當垃圾丟到門外去 是這樣處理的 倉皇辭廟 包括我一萬多冊的書籍 也是這樣處理的 然後以前我珍藏很多的漫畫 全部都淘汰 那我在競選這個里長的時候 我曾經把我們家大門打開 紅色大門 接著國籍那個打開 我裡面有兩張長的 那個會議桌子 上面鋪上軍坦 然後呢 宣紙鋪上 這個各式的 各式大小的毛筆畫筆放在那邊 然後顏料放在那邊 墨放在這邊 這牆上知識我寫的 我寫這個字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管區判施所的所長 他是警大畢業的 兩線一新棒好像 那個時候選里長的時候有規定 所有的那個警察都要在這邊 大概每隔15分鐘就要來這邊簽到 就在門口簽到 要保護所有的候選人 那他三個候選人 這個區域有三個候選人 他都巡邏過 他就覺得我這個候選人非常特殊 第一個 我沒有請一堆 那個那些兵馬俑 請一些殘障的人在那邊拉票 穿著背心什麼的 我很簡單 我大門打開之後 請大家到這邊來玩玩書畫 聽聽音樂 或者演奏一下音樂 我是玩這個東西 因為要文化藝術推廣 是要推廣這個 我的概念是這樣 結果這個村子裡面 有些人都在那邊看 還有一些支持我的人 長輩非常有趣 他說他也學過 但是他不好意思寫 我說什麼關係 大家玩嘛 細弄嘛 這個細弄筆末嘛 那結果他不要 結果他說 他從他家裡面搬了一大堆的仙子 是他先生的 他先生以前沒有生病以前 或者生前 留下來他也喜歡 老一輩人也喜歡寫毛筆字嘛 畫國畫 他拿了一大堆白的仙子 空白仙子拿給我說 這個你拿來當習作用吧 我的仙子也是多到好幾箱子 畫不完 因為每天事情很多 結果只有那個所長 我們派出所所長 他一時祭養來簽到的時候 他說吳先生你很有趣 這個寫得很好 我說可以嗎 我這就是請大家open 請大家來這個揮賞 只有他一個人寫了一個字 剩下其他這個村子 沒有第二個人在寫這個字 那也就是說 我當時就想說 其實我選里長的主要目的是 投石問路 第一個 這個地方很將會 這些人都會顧去 因為他們年紀都很高了 所以我利用選里長的時候 我挨家互拜訪 否則你平常沒有理由去訪問別人 這時候我就把它架起錄影機 我錄了很多人 很多人的故事都在這裡面 只是我沒有公開 將來有朝一日可能會公開 但是我都做了檔案 那還有這些地形地貌 還有這些故事 因為將來如果被推平的話 你就找不到了 那我剛剛講 一開始我講說 海軍還有眷村還有軍眷 這六個字以後 我不會再講原因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畫剩下無道指 有的人問他 問無道指說 那個大師 請問一下 什麼東西最難畫 他說人 他說奇怪 大師你不是這個廟筆生花嗎 怎麼會人最難畫 他說如果要我畫我自己 自畫像沒有問題 可是我畫別人的時候 我畫完我都要給他看說 你看像不像 他說能夠滿意的人 大概不到一成 不管帝王這樣像 只要找他畫畫的人 他是大師了 人家為什麼不滿意呢 人家嘴巴裂到耳根了 他還希望你畫成櫻桃小嘴 明明是長了一副尖嘴喘 但你畫了莊重大方 這就是人的通信嘛 通病嘛 他不希望人家 把他真實的那個特徵 把他採取在紙面上面 所以他說人最難畫 為什麼人最難畫 因為人心最難捉摩 OK 那人家又問無道指說 那請問一下 什麼最好畫 他說鬼 問他的人就很驚訝 我說 誰也沒看過鬼 你怎麼會說鬼最好畫 就是因為大家都沒看過 我怎麼畫 沒有人會反對說 鬼是長怎樣 將來的眷村被毀毀毀掉以後 任何人都可以隨便編造故事 說眷村是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 跟畫鬼一樣嘛 沒有人見過了 所以你隨便編嘛 隨便掰嘛 那至於說我會不會在於什麼意見 我沒有意見 完全沒有意見 我只是想說 有趣的地方就在於說 我去年年中的時候 我送走兩個長輩 所有長輩是比我年長的 那我送走他們的時候 我心有所感 我說他們能留下什麼東西呢 這個 有一位的 他的遺物幾乎全部都毀掉 只有一個工 一個 一把裂弓 美國文字的裂弓 我跟他講說 這個裂弓可以 你這個裂弓可以 如果不要的話可以給我 那另外就是 仙兄有很多很多東西 我只有我給他保留了一些 他的一些書畫這些東西 其他沒有人保留 他的所有的衣服 身外之物 衣服什麼全部燒掉 全部毀掉 所以我們無人能夠在 有生之年能夠留存什麼東西 都可以自己決定 這也是所謂的文化積淀的問題 你要能夠想保留什麼東西 自己都可以做決定 而我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這些所謂的意識家 像我這邊 我的木雕的作品 我把它劈掉 因為未完成吧 我能帶走的就是一些圖稿 還有一些設計的創意 這些東西都是紙面上的東西 容易移動的 我帶走了 那事實上 後面屋子是空的 沒什麼好偷的 該偷的全部偷光了 那能夠帶走的 我都帶走 包括先父的一些古董的 這個醫療器材 也就是我們一家三代的遺跡 全部騰空 點膠 這就是現在的這個眷村文化藝術的概況 我曾經選里長的時候 開啟大門請大家來進來揮賞 只有所長有留下墨寶 剩下沒有 那其他他已經掉走了 然後那個其他的那些里民們就送我的紙 那我說這些其實我不太需要 因為我自己很多 那其他就沒有了 那另外一個我剛剛講說 我要求說來這邊的學生說你要提作品 不管是你的那個平面手繪能力 還有你的文字敘述能力 第三個就是做模型的能力 立體的能力造型能力 這三個如果你沒有通過我的考核 我根本不會提供任何資料給你 為什麼我自己就會動手做 我掛了這個就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當時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海軍海軍概念 我說我在這邊出生長大 從小就接觸到海軍的這個軍人 先父也是海軍的30年服役 那我在想說我們從小看到 還有先兄以前也是海事學校畢業的 那這些經驗還有鄰居這些 我們這個離海港很近 夏天還可以聞到海風 鹹味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當然是知道說 所謂這個海軍概念 海軍概念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設計海軍的 跟海事有關的東西的概念 那當然是在這裡 當然這邊是最佳的這個場域 那我就想說 因為我自己有帆船風浪板 我的教練跟裁判證 我受過這訓練 那原來就要推廣這項運動 沒有人推廣 因為我今年62歲 我算最年輕的 那其他的78歲 每天在鼠腰玩過日子的人 不可能去玩這些東西 他們的弟弟 他們下一代也都不在這裡了 所以這整個情形都不一樣 外界的人也不了解這裡面 來這邊 來此一遊的都是小偷 不管拿著炮筒 攝影機錄影機 攝影機拿著空拍機什麼 九成的小偷 你不是想偷點東西 就是想偷點影像 那有意義嗎 一點意義都沒有 就跟畫鬼一樣 那結果我就想到一個東西 其實我的idea沒有完成 還沒有做的idea非常的多 我第一個分享的是先兇 因為他雖然有精神病 但是他還是有點手藝 而且年輕的時候也有體力 可是他因為他是一個 不合作運動者 所以跟他講的沒什麼用 後來我就一個人做 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第一次我跟他講 我說你既然有打磨的經驗的話 我們來做風浪板 衝浪板 衝浪板大家都知道 夏威夷那個衝浪板 是用手工做的 完全純手工的 從那個PO的縫開始削 這些做模型的人 像我這種的人 做這個東西來講 都是小菜一碟 然後你要怎麼樣 沒有image的鏡像 然後做什麼 然後每一個衝浪板 都是一個手工做的 而且都可以 這個buy order 也就是量身定做 然後還有就是他上面的花紋 還有他的形式 通通都可以自己設計 因為他是FRP的嘛 他是一個玻璃纖維 那個coating的嘛 最後打磨 然後還有這些圖像的設計 graphic design 這些東西都是一個很好的 很完整的一個東西 而且最後你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還可以自己用 那我當時就想 就想要在這邊做一個 無中層造船廠 大家在海軍服役的人 大家都知道吧 這個在40年前這邊 有一個第一造船廠 海軍以前有五個造船廠 第一造船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那其實那個名曰造船廠 但是實際上他不是 他不能造船 如果能造船的話 我們就不用跟別國買 也不用成立一個中船公司 也不會有這個 所謂造舰的那個必案嘛 就表示這個只是修船而已嘛 而我現在是造一條船子 所有的那個船子 就是衝浪板就是 風浪板也是 風浪板更大了 那個就很難做 那些都不是用模具做的 全部是用手工 全部是用手工做的 那我原來就想在這邊做 然後另外我還要推廣一個 就叫所謂的workshop 就是工作營 這邊的腹地很大 這邊的樹蔭很多 我們在任何一個樹蔭底下 我們就可以招一批這個 年輕人或者是整家的都可以 在樹蔭底下 我們兩天就可以做一條船出來 就是你自己拿走 當時我有很多的企劃 但是這邊沒有人可以做 只有我一個人 只有吳宗城 我一個人 想要做這些東西 而且有能力做這些東西 而且也曾經做過 在別的地方做過 在這裡沒有做過 所以這個地方有很多東西 是沒有辦法發芽 也沒辦法生根的 因為整個來講 眷村已經死了 就死在這一代裡面 也就死在這個 This moment 剛才我又碰到一個新住戶 我跟他聊 我說這個地方叫做文化園區 它不是海軍眷村文化園區 那他說不是不是 這是海軍 我說這海軍概念 通通通拿掉 那不是啦 我剛才已經講過 鬼可以畫 任何人都可以畫 因為沒有人會說他像不像 因為沒有人看過 看過鬼的人 他不講話 因此我以重心長的今天想要錄一下說 文化藝術在此間 通通通都是有圖為政 有實力可行 雖然都已經搬走了 不在這裡 那先生在生前的時候曾經講過 他說他一輩子為國家 靜忠 然後以身相許 他說他死的時候 他這一輩子要保護這個家 他在去年的5月27號死了 他死了之後 我告慰他的靈魂說 請你繼續守護這個家 守護這個地方 當這裡的守護神 當這邊的土地公吧 這邊需要你 他的名字叫做 胡海元 國際上是他寫的 以上 吳聰城跟各位分享 文化藝術在此間 謝謝